是在16点50分左右 它发生爆炸的幼儿园呢 是在江苏省丰县经济试用房 三基西路的创新幼儿园附近 这个幼儿园内 那么这次爆炸呢 共造成了街面上 共数十人这个受伤 那事故发生之后呢 徐州市委县委的领导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立刻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 人员上网的数字是这样的 截止到了今天晚上的